而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遭到枪擊身亡 基隆市政府从昨天晚上开始 连续三天在基隆的地标亮起 台湾挚友进到安倍等文字 来表达追悼之意 把上台湾挚友进到安倍 基隆市政府从11号到13号晚上6点到12点 以象征纯洁和平的白光点亮基隆地标 市长林又昌表示 对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过世的消息 感到十分惋惜 过去安倍总是在台湾遭国际困难时 公开大力支持台湾 是台湾最大的盟友 也因此决定透过点灯 表达台湾对安倍晉三的指导以及感谢 你好我是宋雁明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